被欺骗过很严重的感情 甚至于金钱 甚至于所有的一切 几乎都会有骗光 那时候真的很伤心 结果有一天 我就跟着我的好朋友 陈乐荣在我们公司 举办了一个旅行 那天在海滩上面 大家坐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了这么多的故事 就是我发生的事情 始终我的文学内涵 比不上陈乐荣这么高 怎么样说人家是一个 很高的一个读文化系 和一个大学生毕业的一个 很内涵的一个 我讲了很多 很长篇大论的一些 一些对一个人的爱 结果他就可以用很简单的 未来就梦一声 是我太傻还是太真 就这样一句话 让我觉得很棒 那时候我有告诉他说 他又突然间问我说 你最喜欢听哪一首歌 如果不是你自己的作品 也不是新歌 我就说我最喜欢 徐冠杰的那首 《网日情》 把那首歌 就是国语翻过来 那叫《网日情》 我最喜欢那首歌 结果有一天 够不到两三天后 他就把一首歌的歌词 未来梦一声的歌词给我 我看完这个歌词 我就哇 怎么那么像我 我经历过的事情 他说是啊 他就是你讲的东西啊 我把它写下来了 你去拿那首你最喜欢听的那首歌来唱唱看 那我一唱 很顺 于是呢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那首歌的原创的音乐 所以我又请了我一个老朋友 Ricky Ho 在 他是美国博客来大学 古典音乐系毕业的 我就请他帮我 重新编这首歌 所以这首歌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这场演唱会 很深的感受 因为西安是我的家乡 我长那么大了 从来没去过 也不认识 所有西安的朋友 跟亲戚都不认识 我觉得 突然间就是人很想回去看一看 我也不了解西安 当然我回去之后 所以这个第一站会在西安开 就是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 我个人在内地的演唱 个人演唱会是开过很多了 包括在南方的 北方的都开过 可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在西安开过 所以 很多 西安的歌迷常常写信给我 或者在电邮上面都会写留言 很希望我可以回去开一次 可是 大家不要介意我讲一句话 就是 我当时有时候 因为这个家 这是我的家乡 我是西安人 这个是 避免不了的 虽然我在香港出生长大的 但是 我自己是什么人 我不能忘记 所以我也说过 我如果没有把最好的东西带回去 给自己家乡的人看一看 乡村父老看到的话 我是不会轻易的回去的 没有 我不希望家乡的人觉得说 王杰也不过如此 也是跟其他的歌手一样 随随便便几个小喇叭 放在那边唱完钱拿了就走了 我不希望这种事情会发生 我在内地也看过很多演唱会 但是 往往很多艺人都有一股热忱去想做好 可是总是到了最后 那个要求的想的东西跟实际的东西会差别很大 所以这次就把很多高科技带到西安去 我也很高兴 因为不管任何媒体跟观众 或者跟一些有关单位的领导 他们都说这是 整个中国大陆在这十几二十年来 这么多演唱会 听过最精彩跟最好的音响的一次的演唱会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做到了 所以西安的演唱会 我可能将不会再回去再重开一次 我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所以我的个性会很倔强很强 我平常在家我很少说话 因为我一个人过日子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吧 快要八年多了 我不太是很喜欢说话的人 但是如果朋友多了 要嘻嘻哈哈的我还是可以做到 但是通常如果朋友多了 你看到他们膝下 我就会谢谢他们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说太多话 因为每天大家也清楚 我做歌手这行常常要接受访问 一天可能要访问 从早访问到晚 所以每天再重复的时候 从同一句话 或者同一个问题再重复 会让我感觉到 不是累 我情愿把这个精力留在访问上面 懂我那个意思吗 因为希望给大家看到 是一个很精神的王节 而不是很累 很怎么样的一个王节 所以跟朋友在一起 听他们讲话就好 因为我必须要接收他们所讲出来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会有个 我有一个习惯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毛病 我喜欢听人家讲话 因为我可以从他们讲话当中 某些我们可能在填词上面想不到的话 会经过这些这么好的朋友 或者这么平凡的人身上或者嘴巴里面讲出来 我就会偷偷跑到一边 赶快把它先记下来 我是这种人 所以我家里面的笔记本 至少超过比我的手掌还要厚的纸 为什么 其实每一张纸都只有一句话两句话而已 甚至于有些会有 已经有音符在那个地方 已经把它先记下来 我就是这种人 将来会存起来 有时候我需要填歌词的时候 我需要题材的时候 我就会去翻这本笔记本 就好像是我的作词的百科全书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是这种人 所以我喜欢听人家讲话 我不太喜欢走入 就是参与人家的说话里面 这个圈子现在的这种坏风气 我从来没有把它放在眼里过 因为根本我也没有想要踏进去过 我是我自己的一个世界 我觉得现在有某一些小部分的歌手 跟我都一样有这种心态 但是我发现原来有这种心态的人 他们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不要讲什么歌手 这样好像过分的吹捧 但是的确现在当今最 最强的一些实力派的歌手 他们都是充满了这种个性在里面 现在当然像有六千 有很多腐败的现象 吹捧啊 谁跟谁好了 那个歌手就会好了 特别在我们香港 你跟哪个记者不好的话 或者哪个记者不喜欢你的话 可以告诉你三个字 倒大煤 为什么不好的话 他就写到你 他跟你关系不好 他就写到你 好的都把你写得不好 说什么都有方法来筹划你 这就是我们现在 像我们香港的娱乐圈这样子 但是我也不担心 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说我 常常很多人说 王姐怎么样 很造狂 很暴躁 你看过吗 很多人访问的时候 当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很多主持人或者记者 他们当然就会来问 你是不是跟你公司不合啊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如果公司的人本身 不去放这种风声的话 我又怎么会被人家觉得 是这个样子呢 对不对 我觉得做人要有一点智慧 一个钱是打不响 一杯水放在桌子上 不会无由不倒地倒到地下去